记者黄建豪台北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以依法行政为由,日前连续迫使承抗团体拆除长期占用道路的帐篷,柯今天上午受访证时,下一步将处理立法院前方的巨马,柯文哲表示,过去就是没有明确的规则,但现在他已经和立法院在协调当中。 柯文哲上午出席逝林就接慈悲关怀社区接台,事后受访被问及立法院前巨马一事,虽然今年1月5日时代力量在总统府前进食抗议,警方设下大批巨马进行管制,当时时立立伟林长所向柯文哲喊话,判处小管制范围,但遭到台北市政府能处理。 但柯文哲今天表示,针对立法院前巨马,他其实已经跟立法院正在协调,且不管是立法院或行政院,这些巨马是谁决定摆设的,要摆到什么程度,坦白讲过去就是没有明显的规则。 柯文哲也说,另外他也跟台北市警察局提过,台北市警察局与保六总队的合作或指挥关系都要明确定定,所以会安排时间拜访请政署,将过去不敢碰的问题全部摊在桌面上一次解决。 媒体追问,立法院外巨马是否为中央地方共同管辖。 柯文哲则说明,包括行政院立法院围墙里面是保六总队在管,但围墙外面是台北市警察局。 可是在城堂指挥权上面,没有那个叫围墙内一个指挥,围墙外一个指挥,这个是有问题的。 而且那个围墙外的巨马是谁决定的,这个要面对问题去解决。